这个图耳朵中间有一朵云 但是这里却没有 全出来 这个英文字母是蓝色的 这里却是粉色的 WiFi 这个小女孩长得好可爱啊 这里怎么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小丑啊 这个宇航员也太酷了吧 为什么都是两张一模一样的图啊 看起来又好像有点不一样 今天要来玩找不同哦 累计找到最多不同的人可以获得千元奖金哦 千元奖金 这网上图有不同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那就让我来找给你看吧 已经眼泪的说到哦 咱们先从上往下来找 长颈鹿的耳朵 这是试卷吗 蝴蝶结的颜色不一样 这里缺了一个小翅膀 收音机没有按钮 长颈鹿看得书这一般没有音符 长颈鹿先生的鞋的颜色也不一样哦 小花花也不一样 这个猫的头上是空白的 我肯定全部都找出来了 我找到了十处片头的这个 恭喜你全部找到楼 耶 你来看我的吧 先让我来仔细观察一下 这有个小丑 它这里没有 穿出来 这只眼睛是蓝色的 但是这只眼睛却是橘色的 也给它圈出来 左边图中的小兔子 是两只手在比叶 右边的就一只手 这只手哪去了 也给它圈出来 这边的小丑袖口是粉色的 这边的小丑袖口却是绿色的 再来检查一下 你们看出来还有什么地方不同了吗 我想找到四个不同的地方了 到我来找了 我的梦想可是当一名宇航员哦 来找一找它们有什么不同吧 它胸口中的爱心是不一样的耶 头上的流星也不一样啊 这边的宇航员是没有手的 看 这边的宇宙飞船 比这边多了一个星星 圈出来 这个宇航员的手并不一样啊 这有个小星星 但是这没有 把它圈起来 我的不同已经找完了 我找到了五处哦 你还有两处没找到哦 啊 我怎么没看到啊 小伙伴们跟着我去海底世界找一找吧 这次还是头上往下找 这有鱼 这也竟然没有鱼 圈起来 这有只小鱼 它的头这边竟然没有哎 我怎么感觉找不到啊 这个鱼的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我的头上带着小花花 但是这边没有花花 感觉上面的都找到了 接着往下来看看 珊瑚的颜色不一样 这个珊瑚有洞洞 而这边的没有洞洞 我感觉我已经找完了哦 我肯定全部找到了 你还有三处不同没找到哦 啊 不可能啊 小伙伴们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啊 接下来我要去花丧中找一找哦 他们好像在开派对呀 咱们先从左上角开始找 这个图好多中间有一朵云 但是这里却没有 圈出来 这里的旗子是绿色的 但是这里却是红色的 这个英文字母是蓝色的 这里却是粉色的 这个地方也太明显了吧 一个有蝴蝶结 一个没有蝴蝶结 圈 这只小猪子怎么就一张耳朵呀 和这边的明显不一样呢 我交变了 你还有三处不同没找到哦 这么多 可是哥们就看不出来呀 我又来救战游户园了 咱们来找找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个小伙伴们的眼睛 怎么和它不一样啊 宣出来 这个国旗的底座 怎么和这个不一样啊 咱们再仔细观察一下 这边宇航员的头套 和这边的不一样 这边的小鱼飞船上有个星星 这边却没有 这个飞船上有四个点 可这个飞船上 却只有两个点 这两个宇航员的衣领也不一样 这个小怪物的旁边有个小石子 但是这个小怪物却没有 这两边的火焰颜色也不一样 最后一个我也找到咯 那就是宇航员的袖子 圈起来 你们还能看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请问导演 我是不是满分了 你还有一处不同没找到哦 在哪呢 小伙伴们 你们帮我找一找啊 所以到底今天是谁 可以拿到奖金啊 小乌龟 这不是狮子和木鱼吗 来到今天又来病途了吗 我看也太奇怪了 怎么一层一层的 今天要来挑战多层烧脑拼图窝 分别是有各种海洋生物的海底世界拼图 以及各种小动物的动物园拼图 和各种恐龙的猪楼记拼图 最先拼完的人可以获得奖金窝 海底世界 那不是我最擅长了吗 我最喜欢恐龙了 赶紧先从动物园的第一层开始拼吧 不过这么多碎片 到底哪些才是第一层的呢 只能一个一个形状来试了 诶 这只小马正好可以放在这里 小马的旁边应该是它的妈妈吧 这里刚好可以拼一个小长颈鹿呢 再来一个长颈鹿妈妈 再来一只红色的鸟 再来一只它的小伙伴 诶 这个地方应该放什么动物呢 感觉没有动物是长成这个形状的 这个到底该怎么拼啊 再看我的海底世界吧 咱们先来数一数一共有多少块 竟然有28块拼图 这只海马倒是挺天和这里的 它的肚子这里还能放个迷你小海马呢 这个鱼的两只眼睛怎么长在了一起啊 这个奇怪的形状刚好可以卡在这里 这个形状迷你眼人一看就是小海星 我感觉我的第一层都要拼完了 我的恐龙世界里有一座火山 小伙伴们你们看出来了吗 看不出来也没关系 我拼给你们看 这里来斗云 再来一个昏黄的天空 这边也是哦 把火山放上去 来一小块蓝色的湖 继续拼湖 这里刚好可以放下一只鹅 把鹅的角角也放进去 怎么样是不是有恐龙世界的感觉了 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第一层要拼完了 来一片蓝色的海水 再放一块海里的石头 第一层拼完了 哦 我知道这只鸟里面应该放什么了 应该放一块黑色的石头 再来一块蓝色的天空 原来还有一只长青鹿宝宝 绿色的草地 放在这里 就是棕缩的泥土呢 现在我的第一层只差最后一片了 就是你 没错 我的恐龙世界第一层也要拼完了 这是一个恐龙的屁股哦 迷你恐龙头就放在这里哦 再来一块绿草地 小伙伴们知道这个龙叫什么呢 等等等等 第一层完成了 我都开始拼第二层了 两条金色小鱼连在了一起哦 红色的放在下面 这只小鱼怎么就一般了呢 原来是给红色挡上了 绿色的海藏把鱼儿连接在一起 蓝色的海水 再来个更大片的 哇塞 是乌龟耶 先把小乌龟给拼好 尾巴后面也来一块 一起放进去 第二层也拼好了 我就差最后一层了 我第二层也快拼好了 第二层的蓝天在这里哦 蓝天连接着草地哦 咱们把草地给补全 蓝色的小恐龙一看就是放在这里的 这里来一只石草龙 好的屁股连接着草地 草地连接着天空 第二层已经拼完了 还能看见第一层的风景呢 我要赶紧把最后一层拼完 我的第一名 不好意思 今天的MVP是我的了 因为我的拼图只有两层哦 我现在要来拼最后一层了 这里放一只白色的鸟 来块黑色的石头 拼 小狮子和它的妈妈在这里休息哦 它们是一家四口哦 再来一块黑色的石头 小鳄鱼蜷缩在这里哦 来一片湖吧 又是泥土 这里再来一棵树吧 放上树叶 来一个小象 它怀里还有一只白色的象哦 把大象的身体拼完整 这里再放上黑色石头 最后一块 拼 我的双层动物园完成咯 你都拼完了 我都差几块了 先把海水拼上 大海豚在上面游泳了 这里刚好可以放一只小尾巴 白色的海豚 再放上它的妈妈 剩下只有这三块了 最后一只小海鸥 拼完了 别急 我的一块拼完了 这里放一只会飞的翼龙 把红色的梁龙放在这里 再来一块绿草地 翼龙来咯 最后一块草拼上 我的侏罗纪世界也完成了 怎么有这么多拼图碎片啊 云南神陕西神 就是什么 这些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的拼图碎片 今天来挑战拼这两款拼图 最先完成的人可获得奖励 我要拼中国地图 我就来拼世界地图吧 你会知道咱们国家的地图呢 是一个大公鸡的形状 那咱们就先来把大公鸡的头部拼出来 咱们先找到东北三省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还有辽宁省 大公鸡的背部就是咱们的内蒙古自治区啦 看上面还有蒙古包和很多小羊哦 虽然我们有环游世界 但是在经理课上老是交付了没有 我要先来拼整个亚洲区域的 亚洲有俄罗斯卡娃 这边还有俄罗斯的建筑呢 中国大熊猫被我找到了 先把他们三块拼在一起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亚洲除了中国还有哪些国家吗 中国的下面就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哦 还有超神秘的印度哦 最后一块亚洲拼图 亚洲本块就拼完啦 哎小鹿 你最喜欢咱们国家的哪个地方呀 当然是安徽省哦 因为我的家乡在安徽呀 安徽省还有银克松嘛 安徽省的上面是山东省 左边是河南省 咱们国家最大的自治区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哦 正好在大公鸡的尾巴这里呢 它的旁边就是西藏自治区啦 新海省甘肃省 名下回族自治区 它们三个是挨在一起的 看我只用一块拼图就能把欧洲拼完 因为欧洲的面积太小啦 听说非洲有超级多的度位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都有哪些吗 有狮子大象 还有斑马欧 非洲的最后一块拼上去 登登 非洲也拼完啦 我已经完成三大周啦 接下来看我的中国地图 好想去四川看大熊猫呀 听说云南的女孩子都很漂亮哦 为了什么拼图上是一只单猛的小猴子 往西壮族自治区 听说那儿的风景超美呢 小伙伴们知道这是什么楼吗 湖南省的臭豆腐 竟说超有名哦 浙江省和福建省 就在咱们安徽省的下面哦 山西省和陕西省 山西的城堵真的贼香哦 咱们的首都北京在这里哦 小伙伴们有去看过天安门的吗 广东省来咯 江西省 大公鸡的小脚丫 海南省 还有一个中国台湾省哦 登登 整个大公鸡就已经拼完了 你拼得也太快了吧 来看我的 加拿大是在北美洲的上面 美国还有自由女神像哦 巴西足球听说超厉害的 阿根廷也紧随其后 格林兰岛的另一半 我的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完成了 澳大利亚的袋鼠听说蹦起来超高的 澳大利亚的旁边还有新西兰哦 现在就是南西州了 里面有超级多的小企鹅 还有海参呢 最后五块平毒 它们都是在海里的哦 大西洋的章鱼 海平洋大金鱼 还有船长哦 这是什么鱼 你们知道吗 我也完成了 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你们都记住了呗